你如此聪明,本宫要教你读书之理 上回我们说到英洛为了报复复衡,故意缝制一个很容易破裂的水壶给他 不知情的复衡还十分高兴,即便是后来发现水壶的猫腻,也被英洛机制应付过去 不得不说,复衡什么都好,就是智商似乎不太高 另一边贤妃私下卖手势救助弟弟的事情被发现,高贵妃又会如何处置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沿洗攻略》第十一至十二集 大家好,这里是青青影视 皇后见于贵人平时总在屋子里闷着 于是乎就主动约其出去散步,却不巧遇见出来的高贵妃与佳嫔 这真是不是冤架不巨头,这下有好戏了 于贵人自从上次祭拜怡婷的事情,所以见到高贵妃总是很害怕 但此时,佳嫔因为担心于贵人的隆重,会危害到自己儿子的地位 所以,故意让雪球前去吓于贵人 不是,就算人家不生儿子,难道你儿子能成为皇帝吗? 但就在于贵人被雪球吓到的时候,英落及时出现就吓 不得不说,我未解出现的还真是及时 众人见此瞬间震惊,现场更是慌乱一片 然而英落的及时出现,成功化解了这一场危机 否则如果因为雪球而造成于贵人流产的话 高贵妃也难辞其咎 但她却不领情,还因此倒打一耙 所以说,有的人就是不要帮 让她和狗一起,被罚 严明英落伤害了自己的爱犬 你这狗重要还是皇帝的孩子重要? 皇后这时,从慌乱之中缓过神来 当即表示,英落是为了于贵人着想 如果不帮忙救下的话,肯定会酿成一桩惨祸 就是,还是皇后懂得 由于英落是自己的人 皇后当然不能让其受委屈 于是虎又接着说出一些道理 让高贵妃也无可奈何 不得不说,皇后和魏姐这一对决了 在后宫横着走啊 高贵妃也因此更加厌恶魏英落 高贵妃事后质问家瓶关于雪球的事情 她当然明白家瓶是为了自己儿子所为 家瓶感到害怕 当即就下跪求饶 严明二人是一条船上的 你俩这条船迟早地翻了 高贵妃听后也颇觉得有理 即便自己再生气也只好忍下来 警告家瓶不要再背着自己耍手段 哎呀,你们这一对真的是半斤八两 唯恐后宫不乱 由于于贵人的身体一直不好 所以皇后这边特意让英落送去珍珠粉给于贵人 但英落却忽然发现珍珠粉的颜色不对劲 于是乎在一番摸索下面 英落发现了于贵人宫女偷换粉的事情 我说福尔摩斯英落 你这是要把后宫全部不良风气铲除啊 芳草见事情败露 最终只好说出是因为自己家中遇难 所以急需用钱 才偷换了珍珠粉 于贵人见此十分不愿 他没想到自己的宫女竟然会做出这些事情 却因为对方家中遇难 也只好原谅下来 看来于贵人还是很好的 不像某条狗的主人 但英落却不相信这些话 严明如果只是用贝壳粉换了珍珠粉 做出来的珍珠丸绝对不会这么纯白 没想到福尔摩斯英落居然还有见解 这时芳草终于承认 是家贫收买他 让他陷害于贵人 于贵人听后彻底失望 你看吧 这就是狡诈的后宫生活 不过英落十分机智 严明如果处置芳草 那么一定会打草惊蛇 于是乎便要留下芳草 英落你要不然去前朝当茶案的吧 别当宫女了 屈才啊 还要扬装出一副不知情的样子 这一边太监春望 因为帮助贤妃的事情败露 所以被管事公公发配去做下等活 每日遭受欺凌 但他坚信自己没有做错事情 你这样就像急了精神病的病人说自己没病 所以内心更是痛苦不已 贤妃是不是还不知道这有个被自己连累的 然而贤妃却因为自己处境艰难 所以没办法顾及到当时顶罪的太监 画面一转 皇帝知道皇后喜欢荔枝 所以特意派人送万里远的地方送来栗枝树 你这样像急了李隆基给杨玉怀逃来妃子笑 想着要逗皇后开心 而皇后见此果然十分高兴 叮嘱英落要保管好栗枝树 每次听到这些词 我就觉得肯定会出事 待到时候宴会上与众人一起享用 为英落如此受气重 让名誉十分不满 你不乐意你就努力点去爬上位置啊 天天就懂得陷害别人 这一边芳草按照英落的指示 故意向家贫汇报于贵人的情况 家贫得知十分得意 你这是有点犯二了吧 但芳草过于殷勤 说着于贵人腹痛明显 这却让家贫产生怀疑 你这是不是傻 人家自己配的独能不知道吗 可他表面上还是让人继续将贝壳粉给芳草 我觉得你这女人是不是又想使坏 另一边英落得知此事后 决定前去跟皇后秉明情况 贤妃这边因为没有钱接近娘家 纯妃也看见贤妃落魄 所以趁机让贤妃加入皇后的阵营 看到这里我就感慨一下后宫真的好可怕 然而贤妃还是坚守底线 不愿加入后宫额纷争 你这是脑子没带出来啊 皇后又不是坏人 这日皇后举办盛大的励志宴 并且邀请个嫔妃一起来品尝 英落则前去抓拿与芳草街头的宫女 却不曾想人家今日拿的是没有毒的 好家伙我就知道这个坏女人有猫腻 英落很是不解 既然家贤已经发现 为什么还要叫人来送粉 于是乎想到了正在举办的励志宴 我家魏姐的大脑 是不是充值VIP了 其实家贤早就怀疑芳草的行为 所以特意来个一时二秒 所以我早就说 应该让家贤和高贵妃调换位置 这位明显厉害啊 家贤更是知道高贵妃讨厌英落 所以此次故意让英落扑空 自己趁机毁掉荔枝树 到时候皇后必定怪罪英落 你这盘旗下的够好啊 魏姐都被你摆了一道 英落这一边觉得异常 所以当即就跑回长春宫 却没想到荔枝树已经被毁掉 这下莫不是英落要翻车了吧 但还好英落聪明 此前皇后说过要献摘荔枝给皇帝 于是忽现下只要弄一棵荔枝树过去 剩下的荔枝就拿去做菜糊弄过去 我魏姐不去玩点机智的游戏 真的是可惜了呀 皇后知道贤妃的困境 所以在宴席上特意为贤妃说好话讨赏 皇帝也当即答应下来 贤妃对此十分感激 皇后这一手人情拉得好啊 不过家贤因为视线都在皇后那里 却没有看管住雪球 导致其跑了出去 事后造成一场混乱 终于看见这个女人慌乱的样子 太解气了 这一边于贵人得知事情没有办好 所以躲在寝宫不敢出去 那时候地位低下的她也只能这样了 然而英诺直接前来拆穿她的害怕 劝导其要懂得反击 否则只会一直遭到伤害 魏姐还可以去当一下推销员了 最终于贵人决定听英诺的为自己报仇 于是虎跟着她来到励志宴 这让高贵妃和家贫十分震惊 你两怕是一次次傻眼了吧 此时英诺让人将蒙着红布的荔枝树台上殿 还股东皇帝去揭开红布 英诺你这招是要干啥 当皇后揭开的时候 没想到里面竟然是雪球 而于贵人故意装出一副 自己被雪球伤到的样子 随即就哭诉起 此前自己被雪球吓到的事情 高明啊 魏姐不去后宫当妃子晋级太可惜了 接着于贵人就恳求皇帝为自己做主 家庭见此顿时惊慌 没想到英诺居然会反咬一口 这就是你们和英诺斗法的下场 现在知道晚了 皇帝其实知道于贵人的心思 高贵妃见状 当即就开始推卸责任 严明雪球并不是在看管 家贫也很识去一把揽下罪责 只为保住高贵妃这棵大山 你觉得人家还真的用得着你吗 最终被降为贵人 这就完事了吗 你儿子不是自己儿子是吧 而高贵妃也只是被罚奉一年 赏赐她的珠宝都够够的了 事后英诺将此事如实告知皇后 没想到皇后不仅没有怪罪 反而对其更加喜爱 认为英诺十分机智 这样子可是会宠坏英诺的 到时候后宫可就被其带着跑了 皇后见英诺不会写字 所以还特地主动教其读书 像急了姐姐对妹妹啊 这让英诺十分感动 对皇后也很是尊敬 那你还想着害人家弟弟呢 都不把事情查出来 另一边纯妃特意提醒贤妃 不要忘记皇后对她的恩德 果然还是逃不过要进行阵营选择呀 贤妃自然知道她的意思 自己既然收下皇后这份情 那么自己一定无法再置身失败 这有啥呀 皇后又不会害你 雪球由于伤害于贵人 所以被皇帝下令处死 这有点狠了 都怪高贵妃和家贫 但大家都害怕因此得罪高贵妃 所以迟迟不敢动手 你们难道不是因为心疼狗狗吗 为英诺知道雪球是被自己利用 所以不忍心如此 只好拿假的皮毛将雪球救下 不过皇帝这边回过神来 想明白雪球其实是英诺故意放进去的 内心顿时有些无语 但碍于英诺是皇后喜欢的人 她也不想再多加追究 英诺呀英诺 你看看你 都是兵型显招 但皇帝没想到的是 自己贵为九五之尊 竟然被一个宫女耍得团团转 这说明我们魏姐的确很厉害 所以说对其印象更加不好 这下好了 英诺得罪上皇帝了 如今高贵妃和家贫 因为英诺的出现 可以说在后宫处处碰壁 更是惨遭降味 而高贵妃对家贫次贸然行动的行为 是否又会有所不满 英诺如今耍技都耍到皇帝身上 她又会因此召来什么祸患呢 于贵人这次虽然替自己报了个仇 但难道家贫真的就这样饶过她了吗 好了 这些精彩内容 我们就留着下回再来分说 记得点赞转发